大家好 歡迎收看創科KOL 我是Jimmy宇 在疫情期間有很多大型企業做一些展覽 轉去虛擬展覽認識推出 香港有初創Event Extra 主打有關服務 在疫情期間 即半年期間 營業額增長多達300% 很高興請來Event Extra的創意 和大家談談他們的業務策略 多謝你今天時間 知道你們最近獲得一筆日本融資 在疫情期間很多人想去找投資者都很難 你們當中談的過程是怎樣 今天經濟很冬天 其實跟你平時一樣 就是春夏秋冬 其實都最好是做定你的準備 其實你早點播種 其實你在夏天的時候 你可以收成 其實我們的投資者都可以這樣說 我們都不是真的去到冬天的時候 你才開始投資者 其實在很早之前 其實我平時都會 平常會更新 究竟我們有什麼發生 其他投資者或者普通 對我們有興趣的人 都會看到我們的發展 所以其實信息 就不是那個時刻才去建設 而是你提早在春天 秋天夏天 你要做的事 那時候已經做完 自然你在冬天 就可以休息一下 你可以有一個不浮 要求給你 那說明一下之意 即是你們在很早之前 已經建立一些 投資者的網絡 那日本這個投資者 是不是新的投資者 他是一個新的 投資者 那他也是日本一間 叫做最大的 information media 即是說有少少像香港或美國的Boombird這一類的公司 他們其實都是早略幾年上市在日本 亦都是日本最大的一間ITSARS公司 為何他們會對我們有興趣呢 因為一就是他們也是專門找一些SARS公司 第二就是他們都見到其實日本的市場 和整個亞洲的市場在Event 和SARS的軟件是很大的 我們的計劃就是我們亦都希望去日本市場 所以其實大家也有一個Mutual Feed 所以我們就決定就是 我們真是Move他們做我們的其中一個Investor 他們都很幫忙幫我們推日本的市場 最近也有很好的Traction 我們也剛剛簽了一個七位措置的Contract 日本的一些叫做Exhibition和Trade Show 他們都是日本最大的一間 真的用我們的Virtual Event 和Virtual Expo去做他們的活動 是經這個投資者去搭建那個客戶嗎 我說我們的投資者會幫忙 同一時間你自己也要工作 其實我們有幾方面 我們也有些日本的Partner幫忙 就是幾方面 即是我們Investor幫了手 我們自己也做了很多Digital Marketing 在日本 第三就是我們也有一個日本Partner 去在地化 真的跟對方說日文去幫忙 去擁有客戶 所以最後便促成了這宗生意 說到這宗生意 也不是很久 都是前前後後 真的客人 由認識我們去到我們確認會合作 大概差不多一兩個月內 知道你曾經提及過 如果你們的商業做得很好 其實融資未必是一個禮物 今次其實你們的營業R都不錯 其實是一個策略性的 即擴張的策略去那邊搭建網絡 其實你為何去看好這個日本市場 他們是否那邊都有相關的需求 其實整個亞洲對活動的軟件 都很大需求 每一年差不多有10億美金 只是在活動的管理軟件 即我們這些叫EMS 所以你想想 其實整個亞洲有幾個國家 在活動中最大 一是中國 第二是日本 第三是印度 第四是東南亞這些其他地方 所以日本一定是其中一個 計劃的地方 但也不單止日本 其實我們現在 如果你在旁邊看到 我們有印度的同事 有韓國的同事 有印度那些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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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乎是新加坡 我們其實都希望 就是整個亞洲裏面 可以做到一個key player 第一其實我們亞洲 比起歐美 其實落後了三至五年 其實他們那邊 大部份已經是在做 Digital solution 或者是比較 大家做 event 都不會那麼manual 但在亞洲其實還是落後一點 所以我們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會說 其實在亞洲的需求很大 是否在歐美方面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 competitors 所以你們那邊的客戶 佔比或者未必那麼多 我想說 其實我們的 focus 就是在亞洲多些 其實亞洲的市場 它的需求有些不同 例如我當國內 其實他們是要處理很多發票 或者甚至是WeChat 這些 behavior 和在歐美的 behavior 都不一樣 其實我們的 product 反而是很 localized for Asia 亦都是我們的 strength 就是我們整個 team 其實都是亞洲 based 所以我們的優勢在這裏 一開始有說過 那個疫情期間 其實那個需求很厲害 那麼那個實際情況是怎樣的呢 我想我們現在每一天都超過三四十個電話 或者是我們叫Inbound 就是進來去找我們 找我們一些這樣的方法 包括無論是Virtual還是實體 都有的 但Virtual當然越來越多 現在因為大部份人都發覺 其實疫情都不會走 所以其實每一天我們說 都有幾十個這樣的 inquiry 好 明白 那這次時間差不多 我們休息一會再談 OK